在娱乐圈中,大多数有知名度的明星都会有自己的替身 像张紫怡,杨幂,刘诗诗,赵丽颖,范冰冰等等 这些替身演员们一般是用来代替明星们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动作或是危险动作的 这其中也有一些人因自己的演技比较高也逐渐地走上了演艺道路 范冰冰的替身演员沈桥就是其中之一 沈桥和范冰冰的长相很是相似,身材也很完美 所以就选为了范冰冰的裸体,主要剔演一些大尺度的镜头 范冰冰和佟大为在电影《苹果》中的激情片段就是裸体演员沈桥来完成的 在剧中的沈桥演技十分的精彩,这也让导演很是欣慰 本来可以凭借演技逐渐走向正轨的沈桥,却因一起强奸暗名声爆红 事后,沈桥本人将这件事情的全过程公布了出来 据悉,2020年新年第一晚,沈桥穿着性感的衣服在照片 当时和他一起同住的助理看到男友打来电话之后 因信号不好就到五楼街了 而沈桥处于好心把房门打开等助理回来 就在这个时候,一名戴眼镜的男子路过时不小心看到了性感的沈桥 见色奇异的他偷偷走进了沈桥的房间,并且把房门反锁了 当沈桥意识到危险时,眼镜男子直接在他脸上狠狠地呼了两巴掌 因当时过于害怕只好选择顺从 不久后,沈桥趁着眼镜男子不注意 跑出来求救,可能已经是深夜的原因 并没有人从房间里出来 直到眼镜男子走出房间之后 在一旁拿枕头捂着身子的他用手机联系助理后 才将房间门打开 沈桥将这件事情公布之后 得到了不少网友的同情 还有部分热心网友表示 要用法律让眼镜男子得到应有的惩罚 可当时的沈桥并没有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而是将事件的全过程公之于众 仅是其他女孩子要保护好自己 不要遇到类似的事情 但他自己却表示 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觉得还挺好好玩的 面对这样的说辞 部分网友很是不理解 之后沈桥再次表示 粉丝涨了两百万感谢这两百分的意外之财 网友和粉丝们看到之后 再次对他的行为进行质疑 这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呢 该不会就只为了炒红自己吧 而沈桥却一口咬定自己说的这些就是实情 就在这个时候 引来了当地警察的注意 经调查后表明 沈桥所述全部都是自己安排好的 眼镜男子是他自己约来的 眼镜男子出现之后 沈桥却后悔了 当时的沈桥便想要让自己红一把 就借助眼镜男子捏造了这个故事 最终沈桥也被当地警方带走拘留了25天之久 要是没有这件事情的发生 或许沈桥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越来越红 对此 你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